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4月14日 鸣鼓屋巴金一往无前 周六下午 日直连继续进行 川崎前锋主赢鸣鼓屋巴金 鸣鼓屋巴金近况正假 球队已经连续多仗保持不败 而且胜场居多 此番面对近期表现不断走低的川崎前锋 鸣鼓屋巴金有力带走三分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 川崎前锋过去七季是日直连最具竞争力的球队 他们有多达六季排在前二 三次捧得冠军值得称赞 不过到了今季 川崎前锋严重跌work 前七轮联赛仅录得二胜二和三负的成绩 鸡八分排在下游位置 期间攻守失衡 军场入1.14球 却失1.43球令人大失所望 再者 过往令人娇人的主场战绩也当然无存 经济前三个主场竟然还未开斋 加上坚二仗不胜 而且都是白果 由此可见 川崎前锋是一主场沦陷并不意外 阵容方面 后卫车屋申太郎金杖将作波奸 后卫谢斯尔卡杜素和前锋M8宝莎 因伤必战 上季只取得联赛第八的鸣鼓乌巴金 经济表现相当强势 双线作战都没有影响球队的成绩 日联杯小组赛三战全胜 而在联赛上 前七轮录得四胜二和一负 目前基十四分排在前列位置 他们有冲击榜首的希望 鸣鼓乌巴金能够取得显著的进步 得益于强悍的防守 军场仅施0.29球 与神户胜利船并列成为 今季日直连防守最好的球队 值得一提的是 鸣鼓乌巴金需要注意进攻的问题 目前只有勇景千佑 卡斯百真卡和道元祥破门得分过 一旦他们被限制住 鸣鼓乌巴金的进攻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对内其他进攻球员 需要尽快找到入球感觉 为球队继续前进出一分力 不过即便如此 此番面对近六场各项赛事 有多达五场十百果的川崎前锋 鸣鼓乌巴金有望以防守制胜 阵容方面 后卫邢德英和中场仲广卓 也等人因伤缺阵 感谢你收听 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